超大排煙管直接裝在店門口 平日晚餐巔峰 裡頭燒烤 白煙在店裡搶搶棍 導致晚上附近住家煙霧瀰漫 新北板橋廣泉路上這家燒烤店 今年3月才開幕 但因為問題困擾附近居民 多次跟店家反應都沒有用 近期看到濃濃白煙越來越擔心 我要等到一點多他下班後 我才可以曬一服 早上7點以前要把衣服收進來 塞在室內 不然我的衣服完全都是烤肉味 味道很濃 就是燒烤的味道 我怕我的家人 因此造成有癌症的情形發生 附近鄰居抱怨 除了無法曬衣服 家中還得隨時開著空氣清淨機 因為排煙管直衝一旁民宅 周邊環境都被店家影響 我也給我反應 他沒有戳奧手煙 萬一在這裡值班 變成有毒的東西吸進去 他要考慮也不想做 確實樓上住戶窗戶關緊緊 致電業者老闆無奈透露 其實已經加裝水洗淨化機跟靜電處理機 但還是天天被檢舉 因為是天氣比較冷 如果這個東西它就是高溫 那高溫經過靜電機 然後再經過水洗處理機的時候 因為水洗是低溫 它就是降溫儲味道 所以當熱氣遇到水的時候就會彈真水淨氣 未來我們會積極派人前往機場 如果有發現違反空氣污染防治法相關的規定 我們最終會罰十萬以上兩千萬以下的一個罰還 環保局說已經陸續接獲50件民眾陳情 兩次安排意味檢測都符合標準沒有違規 根據都市計劃法 新北市的住宅區開設飲食店 營業面積在300平方公尺內就合法 店家要做生意 住戶也得生活 雙方可能還是要想個辦法解決兩難 八大新聞史中文人綜合報導 住戶看到了白煙不斷的往外竄是非常的擔心 但店家也說所有的檢測數值都是合規合法的 那麼到底它到底算不算是廢氣呢 怎麼樣來判定呢 現代環保局就說面對投訴 他們是可以先透過電子筆來進行公正數據的判斷 如果數值過大就會出動異位檢測實驗室來介入甚至是開罰 目前最常見的是廠商的設備問題導致了廢氣散出 為了要加速溝通 他們甚至還設計了專門的APP 民眾廠商都可以及時反應及時改善 機車人員才走進餐廳就被團團的煙霧包圍 鏡頭一轉旁邊攤商同樣燒烤煙霧繞 這一些美食實在讓吃的人很開心 但附近住家飽受廢棄還有意味困擾 最常見的原因其實就在店家的設備還有待加強 很多案例其實到現場一目視就會看到說 它可能炒菜一炒那個油煙起來那個 它的那個抽油煙機根本或是進電房子 所以根本就是沒有任何作用那個油煙就整個往外散 然後我們一看就知道說好它就是哪裡出問題了 不管是香味臭味只要味道一靠近樹脂馬上飆高 這一支電子鼻是環保局在接獲陳情的初步積查工具 通常會用電子鼻的數據程度來輔導店家進行改善 不過如果樹脂過高或是發生異常就會移送到意味檢測實驗室 查看是否達到開發標準從二手煙油煙到各式廢氣都能夠一併測量 電子鼻的部分雖然是一個檢測的一個檢測的一個檢測方式 但是因為有時候民眾對於味道的一個感受 每一個人的感受不一樣 那另外有時候同人到達現場的時候 其實並沒有辦法真的聞到這個民眾所這個困擾的一個味道 所以我們會用電子鼻來做檢疫的一個量測 不過廢氣的檢舉案成熟不窮環保局特地開發了專用的LINE群組 店家可以在上面自行進行初步檢測 民眾也能在這邊反映問題由專人負責 讓他知道說他的設備如果要更新的話要花多少錢 因為通常廠商最害怕的就是他其實要花很多錢 那他透過這個APP他可以選擇就是最適合他的方式去做改善 那改善完之後他也可以透過這個LINE的帳號 直接回傳他相關的改善措施 只要是難聞的氣體都可以算成廣義廢棄 如何減少排放是每一個業者都要思考的問題 八大新聞和平力摩制採訪報導 民生幫方式近在一小時 鎖定八大民善新聞 記得按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沒錯 是